就是今天我們有請專業的老師 要讓大家學習 減法的部分 減法 對 然後沒減好可能會 可能真的會被裁員 學一學班了 你們也太笑了吧 當得是一個消息 今天呢 那個我們的 團隊們 他們去花蓮考察了 花蓮 對 所以我們今天也有一個任務 就是今天我們有請專業的老師 希望讓大家學習 減法的部分 減法 聽到就是想說 確定 留我們 然後自己在這邊練 減法真的很難 所以我 那個壓力又來 因為其實大家整道滿可怕 就已經減了是人家的頭髮 對 然後沒減好可能會 可能真的會被裁員 大家先去整理一下 我們等一下馬上開始練習 好 就動起來 來 動起來 動起來 休息不到無尊說 拿針頭 然後想加在這裡 投射這群 對 你每個都要拿一個 老師來了 嗨 溫宇老師 嗨 溫宇老師 這個法柱 到學到可以幫妳 減法要多久的時間 我遇過最快的大概是 坦白講如果今天真的有人通過 他就是 天才 一號 一號 今天要麻煩你了 好 他們都已經在上面準備好了 我帶你上去 大家都用好了 老師也來囉 Angie好 大家好 他是我們的靈性御用的髮型師 看到Win老師的第一印象就覺得 他的外型是一個很和善的人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 離開院那個 我覺得他那個髮型很像 對 我剛剛也才知道 就是這六個人 他們 如果有人表現不好 他就要被 就更有責任 只要把他們交 大家應該知道 只有短短的一個下午的時間可以 對 所以老師 我覺得今天大家知道 然後把這件事情完成 因為你知道在做水平 這個功課 對啊 我到現在十幾年 對我來說 我覺得他 為絕望 我是國小 美勞課的 分數就是在幾個邊緣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很怕我 連剪刀都拿不好 因為我國小是那種 美術 那全班美術第一名的 我覺得應該可以學 應該可以學得還不錯 想看我們如何 將素人大改造嗎 千萬不要錯過我們的節目 趕快訂閱我們的YT頻道 並且愛奇小鈴鐺 精彩內容絕對讓你看得過癮